其實不只老人家 因為其實之前我們在跟這個 喜憨兒合作的時候 也發現現在有個 也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其實照顧 喜憨也是要長期照顧嘛 對 那家中的長輩 也會有老的一天 對 那當他們走的時候 這些喜憨兒怎麼辦 真的 對啊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 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大家一定要謹慎的考慮 或是好好的提早計畫 怎麼樣面對這樣高齡化的社會 其實講到父母就是這樣喔 對啊 老了一天 然後還要 父母為難啦 小的時候 小朋友小的時候 還要這樣照顧 擔心 老了之後自己生病 還是要擔心小孩 會不會擔心我們 對 因為像我 我也是從小是阿嬤帶大 然後我後來看到阿嬤 是已經就變植物人了 她真的是在醫院變植物人 然後就也是 就是在她病床前面 然後她 然後我那時候很小 然後我也是覺得 我也不能做什麼 對 就心有餘力不足 真的是心有餘力不足 然後妳也知道阿嬤還在 可是她就是已經 也不在了 對 對 然後就 妳就會很心疼... 然後妳就知道她一個人 晚上在醫院會有多害怕 其實我覺得妳現在只能做 就是好好的陪伴她 然後每天陪她講話 就是陪伴 真的就是陪... 是的 現在其實大家面臨 各個不同的壓力 然後面臨逐漸高齡化的社會 其實真的要提早做準備 對 然後不要 等於長輩也不想讓我們擔心 但是其實我們也要照顧好長輩 這是我們的職責對不對 就像她小時候這樣子 無私的對我們奉獻 其實他們是我們的責任